咳嗽有白痰吃什么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扬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咳嗽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射 如果说大家偶尔出现咳嗽 咳少量白痰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不用过度的紧张 因为我们呼吸道也是有它的分泌物存在 我们需要通过咳嗽 来把我们呼吸道里面的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以达到我们呼吸道自洁的作用 而当咳嗽比较频繁 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 同时痰也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去到医院进行一个血肠规的检查 甚至拍胸部的X线或者是CT片 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感染性的咳嗽 咳嗽和白痰一般来说 常见的可能是感染性的咳嗽比较多见 感染性咳嗽也分为细菌感染引起的咳嗽和病毒感染引起的咳嗽 一般来说常见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咳嗽多为黄痰 绿痰这种有颜色的痰而当白痰出现的时候提示可能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此咳嗽和白痰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这个时候大家不需要去吃特殊的药物来治疗 也不需要一咳嗽就吃抗生素 这样是不正规的 因此当出现咳嗽和白痰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口服一些止咳的药物 对症的药物 比如说梅免尾麻溶液 这类药物它是非处方药 大家也可以在药店中自行购买 同时多喝水多休息 相信我们自身的机体免疫力 就能够让这个疾病快速的痊愈好起来 如果服用三天以上没有明确的疗效 咳嗽仍在继续没有好转的情况之下 还是要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